大家好 今天我們再來看一下 名詞子句是怎麼樣用的 名詞子句可以在句子裡面 當作主詞 當作授詞 當作主詞博語等等 這一句裡面 我們先看它當作主詞用 Exactly how and why the pyramids were built remains a mystery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到這裡它是一個名詞子句 然後用 how 跟 why 做從屬連接詞來做連接用 remains是一個類似逼動詞的 一個連綴動詞 所以後面接的不是授詞 直接的是主詞補語 我們看一下這個句子怎麼來的 本來應該是一個疑問句 但是因為它插在這個敘述句中間 所以就必須要把主詞 跟逼動詞的位置對調 就形成像這樣子的句子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金字塔是如何 跟為什麼建造的 至今還是一個謎題 我們可以看得到 整個的名詞子句 在句子中間是做主詞用 所以它是一個句中句的概念 在句子中間又有句子 我們再看名詞子句做真正主詞用 It was not until 1952 that new laws were laid down Giving all immigrants the right to citizenship 一直到1952年 一直到1952年 新的法律才制定 能夠給予所有的移民 公民的權利 真正的主詞在這裡 從這邊到這裡 這是一個主詞 它是一個名詞子句來當作主詞 用 虛主詞 It 因為這個主詞太長 所以必須用一個虛主詞 放在前面 這個事情一直都沒有發生 一直到1952年才發生 這裡是用重屬連接詞 來連接這個名詞子句 當作主詞用 那Giving這個字怎麼來的 本來一個是一個形容詞子句 which give 但是因為它把關係的名詞省略掉 把動詞加上ing 形成一個分詞構句了 這裡也是一個句中句的觀念 它整個的主要句子在這裡 但是真正的主詞在這裡 所以它是一個 在這個句子中間的句子 我們再看名詞子句當受詞用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believe that children with absent parents group with the largest set of problems and that these parents are destroying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children 幼兒教育家認為 沒有父母親的小孩 長大會有一大堆的問題 而且這些父母親正在摧毀 他們跟小孩之間的關係 我們看到這裡是主詞 後面是動詞 接下來用that 重屬連接詞 英語的是一個名詞子句 做受詞用 這裡有主詞 動詞 介系詞 後面有受詞 然後在這裡看到 and 來連接的另外一個名詞子句 做受詞用 然後this parents 主詞 動詞 後面是受詞 它一樣是句中句的觀念 就是兩個名詞子句做受詞用 我們再看名詞子句當作間接受詞 就是受語動詞 通常會接一個直接受詞 跟一個間接受詞 那間接受詞呢 通常是指人 直接受詞通常是指物 我們看一下這個句子 the company will give whichever salesperson brings in more customers a high bonus 所以這裡很清楚 主詞 動詞 那在這裡呢 它是一個子句 用一個複合關係代名詞 所引領的一個名詞子句 當作間接受詞 而後面呢 是直接受詞 前面是人 後面是物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公司會給 任何能夠 帶進更多顧客的 樂務代表 更高的同利 名詞子句 可以當作直接受詞 就是說句子裡面 只有一個受詞的話 沒有所謂人物之分的 那就是直接受詞 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My boss hates whoever keeps leaving the air conditioning arm My boss主詞動詞 hate 然後呢 後面整個是做hate的受詞 在這句子裡面有whoever做主詞 後面這個動詞部分 然後是受詞 我老闆很討厭 那些一直把冷氣機開著的人 所以這裡呢 是用whoever 那個複合關係代名詞 來引領的一個名詞子句 來做受詞用 我們也可以把名詞子句 當作介系詞的受詞 You can choose something really nice for whoever you want 你可以選擇一個很好的東西 給任何你想要給的人 在這裡呢 我們看主詞動詞受詞 然後這個介系詞 那介系詞 那介系詞後面必須要有受詞 所以這個名詞子句呢 就是做for的 介系詞的受詞 而這裡呢 whomever 又是一個複合關係代名詞 記得我們講過 在形容詞子句的時候 講過什麼叫做 複合關係代名詞 它就是包括 所修飾的名詞 再加上關係代名詞 合在一起 用一個字代表 那個就叫做複合關係代名詞 然後後面所引領的一個 名詞子句 來做for介系詞的受詞 一般來講 名詞子句做主詞受詞 主詞補語都很清楚 但是呢 碰到做介系詞受詞的時候 就有很多的情況 我們來慢慢說明 首先我們看一下 介系詞後面接的是 whomever 所引領的名詞子句 we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what happened to the 17 year old girl when she traveled here 我們想要知道 那個17歲的女孩 當她到這裡旅行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個about介系詞 後面的名詞子句呢 是做about 的受詞 when she traveled here 是在表示時間的負詞子句 they were also suspicious of how the government pay for compensation 他們也很懷疑 政府是如何支付賠償的 how所引領的名詞子句 來做of的受詞 I'm really happy with where the program is headed right now 我很高興 目前這個計畫進行的方向 with介系詞 後面接的是 用where 所引領的一個名詞子句 you can live with whomever you like best 你可以跟你最喜歡的人住 這裡呢 with介系詞 然後接一個 whomever 所引領的一個名詞子句 做受詞用 剛剛講的是 wh問句 如果說是 是否問句的話 我們通常是用weather 或是if 來引領這個名詞子句 但是呢我們要特別注意到了 如果是有介系詞的話 只能接weather 而不能接if 我們來看例子 there has been a heated discussion about whether we should continue the work 有關我們是否要繼續這個工作 有一些激烈的討論 所以這裡呢 如果是做 about 介系詞的受詞的話 可以用weather 來引領這個名詞子句 但是如果我們把它換成if的話 這個事就不可以了 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they have yet to make the decision on whether they will get married 他們還尚未決定是否要結婚 這裡呢 如果是用un介系詞 接weather的話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我們把它變成了if的話 就不可以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 如果是介系詞 後面接that 所引領的名詞子句 的情況是怎麼樣 如果是碰到了 是that 名詞子句的話 前面絕對不可以有任何的介系詞 那怎麼辦呢 我們有幾個變通的辦法 第一個 我們可以在名詞子句前面 加一個the fact 一個名詞 就形成一個同位語 就是用the fact 做about的受詞 然後呢 後面的這個名詞子句 就變成the fact 的同位語 像這樣子的話就可以被接受了 就形成 I'm worried about the fact that he's making a huge mistake 或者我們用動名詞的方式 把這個子句裡面的動詞 變成一個動名詞 來做about的受詞 也可以 第三個方法呢 就是直接把介系詞拿掉 就形成了像這樣子的句子 I'm worried that he's making a huge mistake 有時候同學看到像這樣子的句子 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是一個形容詞 後面會加上一個名詞子句 其實它就是因為把這個介系詞 拿掉的緣故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一些 常見的形容詞 它後面呢 不加任何介系詞 就直接加名詞子句的 我們看第一個 I'm happy I'm worried I'm worried I'm afraid I'm proud I'm sad I'm sorry I'm surprised I'm sure 這些形容詞呢 後面一概都不需要加介系詞 後面就可以接that引領的名詞子句 不需要加任何介系詞 同樣的 這些形容詞 如果是碰到了wh一問字所引領的名詞子句 或者是yes no 問句所使用的whether if 所引領的名詞子句 也可以不加介系詞 我們來看一些例子 I'm unsure whether I will be attending his wedding reception 一般我們講會要加介系詞 可是這時候可以把它拿掉 把這個介系詞省略掉 I'm not sure if she will return my call 一般我們會加一個介系詞 可是現在都把這個介系詞拿掉了 Don't be afraid when darkness is closing 這個情況下也是一樣 把介系詞拿掉 不需要介系詞了 我們這個surprise 後面介系詞也不要了 你會驚訝誰會看你的影片 而且受到啟發 I feel proud how he's handled the crisis 這地方也是一樣 Proud後面介系詞不需要了 他是如何應付這些危機的 I have no idea when they'll receive their next paycheck 也不需要介系詞了 我完全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收到他們下一張薪水單 好 請同學特別注意到了 這個名詞指句如果做介系詞授詞的時候呢 它的使用上有一些比較複雜的地方 要特別注意 我的講解到這裡結束 下面我要請同學看一下 我的網址 我還有一個YouTube的頻道 另外我現在進行的是電子報教學 我的教材也在軍醫平台提供 有哪些教材呢 有英文閱讀中翻譯 英文作文 考慮練習講解 如果大家到我的網站去看的時候呢 會發現有很多其他的 學習英文的材料提供給大家使用 我的簡說就到這裡結束 應該會經過 不可以顯示 我記得錠 那些什麼東西 我記得錠 我記得錠 我記得錠